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人排斥加温的龟类 总觉得加温的龟难伺候 不好养容易挂 其实这是一个重大的误解 恰恰相反 很多热带龟比非热带龟好养得多 比如大部分的淡龟和侧颈龟类 只要加温条件齐备水体够大 热带龟的折损风险非常小 而非热带龟可以冬眠 抗寒能力强 听起来好像体质梗梗爹 其实很容易出问题 尤其是新手饲养他们 一个不留神就生病了 总结下来是这样 热带龟靠的是设备 只要设备到位 新手便大神 而饲养非热带龟 一个靠的是养龟经验 实打实的拼水平 另一个就是靠龟的体质 体质弱的别说冬眠了 根本就撑不到冬天就嘎了 我经常遇到一些龟友 总是在不断的收客 他们拒绝加温 还是恒温 宁可在地摊三节里面操练轮回 也不愿好好地做个恒温环境 养点热带龟 其实吧 如果你体验过恒温养龟后 说不定就打开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门了 我是小豹 我们下期再见了